谢谢阿姨 你们能来参加我爸的寿宴 谢谢阿姨 应该的 我和你爸爸认识多年 在工作上也有不少的接触 于公于私 他的寿臣 我总该有所表示 是不是 恭喜你啊 颜总 终于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 颜强 没想到这么多年 你的口味还是这样 对啊 我喜欢的一直都没变过 林乔说得对 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事情变化很快 就像有很多事情 永远都无法改变一样 对不起 我忘了你叫 颜颂 对 颜颂 我说这名字 怎么这么熟呢 原来是我女儿经常提到 她说你们以前是很好的姐妹 要怪 就怪我这个女儿太不争气了 男朋友被别人给抢走了 反正我是祝福你们的 服务员 服务员 来 祝你们永远幸福 祝你幸福 苏西 没关系 我去趟洗手间 我去趟洗手间 不好意思 祖企 我们走 我去走 好了 终于做好了 哇 其木叔叔 你好厉害啊 快吃饭吧 来 齐默叔叔 你怎么不吃啊 我吃 来 我们一起吃 可是我妈妈不在 要是她在的话 肯定能吃到你做的好吃的了 齐默叔叔 你说 要是我妈妈和林乔叔叔结婚了 他们会不会不要我呀 乱想什么呢 妈妈这么爱你 她怎么会不要你啊 我知道我妈妈肯定不会不要我呀 这就是我最担心的地方 我妈妈和林乔叔叔本来能结婚 要是因为我结不成 我妈妈就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叶朗 万一啊 万一妈妈真的不要你呢 你跟我一起过好吗 嗯 那好啊 傻孩子 来 吃饭 菜凉了 嗯 齐默叔叔 你也吃啊 只有你做的菜你不吃吗 吃 谢谢你啊 不客气啊 林公子 你怎么来的 我来的 我是代表巨翼过来的 林伯伯跟陈总是好友 现在陈总不在了 我理应过来的 我差点忘了 你现在已经是巨翼的董事长了 对吧 对了 秦默他现在出国了 还没 那行 我还有点事儿 先试陪了 谢谢 小子 这是吗 什么事儿 阿姨 不好意思啊 我们苏琪脾气不是很好 你不要见惯 没关系 我知道 你还在埋怨我之前做的事 对吗 都过去那么久了 我只想让你知道 我做什么事 都是为了我的女儿 希望你能理解 我让人在车上拿了一件衣服 你拿去换吧 一会儿寿宴要开始了 这怎么好意思啊 没事别跟我客气 这事也是因为我们家苏琪而起的 快去换吧 谢谢啊 怎么换了这件衣服啊 刚才苏琪的妈妈给我的 她还替苏琪跟我道歉了 你别担心 没事了 没事了 你别担心 没事了 你别担心 没事了 你聊什么呢 我没聊什么 我没聊什么 那边那个穿红衣服的姑娘是谁啊 她叫苏琪 我和颜总都认识 我认识她妈妈 你认识她妈 她是你爸爸的初恋情人 后来因为你爷爷他们不同意 你爸就放弃了 听说她后来好像嫁给了一个富商 后来那个富商得病去世了 也挺可怜的 不过看到她现在这个样子 活得还不错 所以你爸爸这么对你 你也不用太奇怪 我的戒指不见了 我的戒指不见了 刚才明明戴在手上呢 真是的 真奇怪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我到处找了都没有 那是怎么回事啊 我先给你看看 我那戒指很重要 不能丢的 这贵的 这你愿意真是的 这都是一个戒指嘛 有必要这么大惊小光 志气范儿 你这个包是林乔送你的吗 能给我看看吗 自从那以后呢 阿拉丁就利用神灯的法力 为人民做了很多的好事 让世界上所有善良的人 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好 燕朗 你明白这个故事的意思 你知道吗 在新闻找到是 每天都不见面 那么心里 有限度 在引估计 在阿拉丁 到达 那门 夫人 您想想 您是不是望在哪儿呢 阿姨 您出门的时候 是不是忘带了戒指 不可能 那是我的结婚戒指 就算我丈夫过世了 我也会一直戴着的 所以我肯定 我进来的时候 是戴着戒指 夫人 那您想想 您来了之后 您都去过些什么地方 让我想想 我进来 就一直在和老朋友们寒暄 之后和女儿碰到了林乔和严颂 我女儿拿酒的时候 不小心洒到了严颂身上 我担心她没有带备用的礼服 就特意去卫生间看看情况 把我女儿的备用礼服借给了她 后来就发现不见了 严颂 你有没有看到我的戒指啊 我没看到 我就换了件衣服 没有注意其他的东西 你确定 先生 您好 请问您有邀请寒吗 没有 有邀请寒您不能进去 麻烦您跟林乔说一声 我叫秦睦 好 稍等 在我的寿宴上 发生了这种事情 我会追查到底 给苏夫人一个交代 我已经让我的管家 去查看监控摄像头了 相信马上就会有个结果的 不用了 夫人要找的 应该是这枚戒指吧 怎么回事 好 刚才我在洗手间的时候 正好看的 我想没错的话 应该是夫人您的吧 太谢谢你了 这个戒指 对我真的很重要 既然重要 就不要弄丢了 夫人也不想在这里 弄得人心惶惶吧 当然 当然 是 她的技术 不是 玉琴 我们来看 是吗 她的蓝莲 也可以看 她的蓝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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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有什么意思 有什么意思你应该知道 今天是我哥哥的寿宴 我不希望看到有一些人 在做一些小动作 我听不懂 没什么 我只是看不惯 宋上几句忠告儿 你 好了好了 雨晴 苏夫人 既然东西已经找到了 那这段小插曲 也应该结束了 那么我们的宴会 现在开始 去吧 林总 刚才有人找 我让他在外面等 谁啊 他说是你的朋友 叫琴木 要不要联解他 不许好 慢慢进来吧 好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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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各位来宾 我说两句 我 不好意思 各位 刚才因为我的事情 打扰了大家的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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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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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我好朋友 林轩的生日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祝他生日快乐 好事连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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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我和林总也算是 多年的合作伙伴 借着他的生日 我向大家宣布 我将和林氏旗下的医院 共同向慈善机构 捐赠上款一千万元 希望能够为一些 偏远山区的孩子们 提供更多的医疗服务 谢谢 金先生 我们林总有请 好 非常感谢苏夫人 和苏琪 对本集集会的大力支持 和捐赠 所以 作为礼尚往来 我也有礼物 要 回赠他们 这个 是我们林家的 祖传之宝 我的父亲呢 传给了我的妻子 今天在这里 我把它赠送给 苏琪小姐 谢谢林叔叔 传家之宝不是该传给儿媳妇的吗 怎么传给你 这么说 不不 今天装强一下 这边请 各位 我们家的镯子不是一个 是一对 我手上的这只镯子呢 就是我当年爷爷送给我姑姑的 我非常感谢我姑姑 我姑姑让我大胆去追求 我喜欢的人和事 所以今晚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我们家的镯子 颜总 你嫁给我吗 小木木 你怎么快这么快啊 你是不是担心我照顾不好盐啊 你快给我讲一下 今儿怎么样 你怎么把那个DNA的报告说给宋宋看啊 没呢 为什么呀 这报告可是一锤定音的好事啊 给宋宋看完之后 宋宋就无话可说了呀 刚刚林乔跟你言诵求婚了 妈呀 这个林乔反应起来太快了 不行 不行不行 我们的绝地反击 兵来将党 水来土淹 只要他们还没有结婚 我们就都还有机会 谢谢了 反击呢 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你什么意思啊 我都没打算放弃 你想放弃啊 让严送幸福 比什么都重要 那你幸福吗 小嬷嬷 你 你 爸 客人们都走了啊 你为什么把我妈的镯子送给苏琪 我有必要跟你解释吗 那你刚才也看到了 我已经向严颂求了婚 而且严颂也同意了我的求婚 我老了 这里的一切 还有林氏集团 将来都是你的 你要对自己负责任 爸 那严送呢 他或许可以成为你的妻子 但是要想成为我们林家的媳妇 我还要努力 严谦姐 我已经加好三毛糖了 你尝尝够不够 那你呢 我喜欢喝苦一点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味道 什么事情都不用强求 这个我给你 怎么 你不喜欢啊 不是 不是 很喜欢 也很漂亮 不过 这镯子是你的 我怎么能拿呢 好 既然林乔收给你 那就是你的了 来 来 你看 戴在你手上多好看 这不合适吧 你担心什么啊 担心有一天我让你还 现在啊 只需要好好享受爱情的喜悦 想想怎么样好好爱林乔就可以了 你 你怎么会就这么放过你了 我现在跟我爸 真的是无法沟通了 我说林乔啊 我要是你爸 早就一巴掌呼死了 你知道吗 喂 大哥 你是我的朋友 怎么突然今天替我爸说话了 你是真看不懂啊 还是良心被狗吃了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你看啊 你爸先是没请苏继和他妈 最后是迫于苏继母亲的压力 只好妥协 这已经算是向你示好了 然后你又在向严颂求婚的时候 你爸这种脾气没有爆发 这也算是对你们某种认可 你爸还说 严颂想成为林家媳妇还需努力 这不就证明他没有再坚决反对你吗 你还想怎么着啊 兄弟 知足吧你啊 张老 你说 我是不是有的时候 做事情很过分的 干吗呀 想自我反省啊 现在还来得及 其实还好啦 你要不是这样 就不是我认识林乔了 我决定了 我准备把你的律师费 看是不是可以早一点还给你 真的 这可是你说的啊 好兄弟 你来过来 问你个事啊 你去问你爸 看他要不要跟儿子 我觉得我真可以 咱们都是这么好的兄弟了 你得律师费丢你娘子 行吗 送你俩对 嗯 坐 小孟孟 如果你要不好意思 给孙孟送过去的话 我可以去训你给他送 我很想亲自问他一下 为什么要隐瞒事实呢 我们不用再讨论了 言诵那边呢 我不会再骚扰他了 小孟 你 你 你说什么呀你 我说过了 最重要的是 让言诵幸福 我去 那 那你还去什么非洲吗 我现在已经确定 言朗就是我的孩子 我当然不去了 可是你后面该怎么办呢 先找个地方搬 然后 在同一个城市里面 陪着言朗长大 你怎么陪他 报告都被你撕了 这孩子肯定不能跟你 肯定得跟着林乔跟宋宋 我相信 他们一定会对言朗很好的 一样的 没事 你这就是自欺欺人好吗 那你想我怎么样 像当初跟林乔 逗个你死我活的 让所有的人都不开心 我说不过你 我不说 喂 你公司还请不请人 干什么 我现在都决定不去非洲了 估计公司很快就会把我开了 到时候我就失业 要重新找工作 你之前不是说过 说我是个人才吗 那你说的话算不算数啊 算数啊 当然算数啊 我一定会把你打造成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宇宙超级无敌 美少男 insbesondere Petr 好 老婶女 伯母 聊半ăn 夏娣 我听时晓杰同学说 你本来要去个很远的地方 本来是 可是我现在不去 你是舍不得我和妈妈吗 我最舍不得的就是你 可以吗 一会儿上课啊 乖乖学习 好好听老师的话 知道吗 好 去去去 秦墨叔叔再见 再见 来 跟老师一起进去吧 老师好 老师好 走 真可爱 雨晴姐 你要是喜欢的话 可以收养它 你看看你们这个样子 让我怎么收养 这感觉像是要拆散你们母子粮似的 这种事情我可干不出来 不过它真可爱 它怎么长那么好啊 我们这里的狗狗 吃的都是专业的狗粮 所以长得会比较好 等等 跟雨晴姐去美国好不好啊 还是算了吧 我跟她玩一会儿就好了 我美国的家里啊 已经养了三只了 这一带回去 还不争分吃醋了 喜欢宠物的人都是很善良的 希望林乔能对你好一点 姑姑 姑姑 来了 好 你先陪雨晴姐做 我帮你倒杯水 好 林乔 你对她好一点 她是个好女孩 知道吗 知道了 姑姑 你去哪儿姑 去见那个老顽姑 你去哪儿姑 雨晴姐呢 雨晴姐呢 她先回去吧 她怎么走了 对 走走 你去哪儿姑姑 你去哪儿姑姑 她是吧 哥 还在生气呢 孩子长大了 管是管不住喽 哥 我觉得你真的老了 都是些不省心的事 我感觉啊 我自己现在就在走 我们父亲当年走的老路 哥 跟我去美国住一段时间吧 有一些事情啊 就留给年轻人去处理吧 我可没你那么好的福气 怎么样 你现在那个小男朋友 对你还好吗 我当初啊 我真不该阻止你的 没事 你不阻止我们 我们也不会像现在这么相爱 这么珍惜对方 不是吗 现在我倒成了你们之间的媒人了 哥 这么多年了 他也想见见你 我们都放下了 跟我去美国吧 等林乔啊 再懂些事 哥 你的主任儿媳很好 你应该替林乔高兴 我还没有答应他呢 他现在还不能算是我们林家的媳妇 哥 你觉得这样有用吗 其实林乔的脾气啊 跟你一模一样 你们两个谁都不愿意先低头 帮amis importance 对 哎呀 总总 这个世界多奇妙 我找来找去 其实所有的人 就在我身边 就是 準 我现在很后悔 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却不在你身边 你会恨我吗 那么以后还有很多时间啊 林涵 你答应我 不要因为我而改变什么 林涵 林涵 你别出去 这手怎么了 林涵 忍着点啊 有点疼 不是 这这这 你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你带你来看看 你儿子现在有多幸福 爸 林涵 这这 这怎么回事 刚刚有人跪过来捣乱 爸 宋总 我去看看 我去吧 你陪颜颂 好 不会有事吧 应该不会有事吧 你说 谁让你这么做的 我就没见过这么愚蠢的人 你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女儿 妈 我才不管呢 妈 我才不管呢 我不好过 他们也别好过 你这么做 他们就会不好过吗 妈 那你帮帮我 你帮我出了这口气 我不管 你必须帮我 你是我亲妈 你必须帮我 妈 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 你竟然打我 你竟然因为别人打我 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妈 太太 林先生来了 还不快请他进来 是 你马上给我回房去 不不 别在这给我丢人 你救我 好 回房去 老林啊 这过来是有什么事吗 姐 我哥为什么来 你不会不知道吧 我哥为什么来 出了什么事啊 出了什么事啊 年轻人的事我们就别掺和了 你觉得呢 你们家苏琪太欺负人了 好像是你们林乔 把我们家苏琪给欺负惨了 谁敢欺负你们家苏琪啊 明明是你女儿做错了事 还在那儿发大小姐脾气 你该好好地管教她了 姐 我看你就不要再推脱了吧 李姐 给我看着小姐 没有我的允许 不准她出门 是 这儿总行了吧 为什么不让颜颂一起过来 想单独找你谈谈 你知道吗 颜颂已经答应我求婚了 我看到了 那你怎么想 祝福你们 颜颂她做了最好的选择 其实我很清楚地知道 我跟你之间 根本就不存在竞争 因为从一开始到现在 颜颂爱的就是你 记得啊 对颜颂好一点 对了 有份东西给你看一下 看我了 然后呢 撕了 为什么 有你在颜颂身边 我为什么还要纠缠 那你就不想要回颜颂 孩子有妈妈在身边 还有一个 会对她好的爸爸 他一定会很幸福 你就不怕我 对颜颂不好 我知道你不会的 梁墨 爸 我有的时候 真的是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其实我有很多地方 都已经输给你了 不过你别误会 我指的不是孩子的事情 只是觉得作为一个男人 现在挺佩服 对了 还准备走吗 国外我就不去了 不过你放心 我会尽快搬走的 你那应该趁这个时候 带颜颂去散散心 让他放松一下 颜颂那边 就交给我照顾吧 好 那是什么呀 你不要再放松一下 做粘土 做粘土 在语尔子里面 气图 你败他 你败到 要什么呀 我败的 你败就你败了 你败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